揭開魔術背後的驚人秘密 水瓶懸浮 你一定見過這個最古老的傳統魔術之一 魔術師的助手神奇地漂浮在半空中 想知道這個技巧背後的秘密嗎? 沒錯,下方總有某些支撐或類似的東西 把人從中間切開 另一個經典之作 魔術師的助手躺進一個大箱子裡 然後被切成兩班 雖然看起來這名助手已經被分成兩班 但他的腿卻還能動 這裡的魔法就在於 箱子裡面實際上躺著兩個助手啦 手指會冒煙 你見過這招嗎? 魔術師的雙手神奇地射出煙霧 這怎麼可能? 其實,你只需要一個火柴盒 先燒掉它的點火鈴面 將殘留的鈴放在指尖上 然後搓揉手指 恢復破損的鈴操 魔術師將一張美元鈴操折兩次 撕開一個角落 然後再把它完美地恢復原狀 背後的技量很簡單 儘管魔術師似乎撕掉了鈴操的一角 但他其實只是把鈴操的一角往下折 在假裝扔掉撕掉的碎屑之後 他偷偷地將折下的部分又翻回原位 使得鈴操看起來完好無損 你也想試試看這個嗎? 帽子裡的鴿子 魔術師將手放在帽子上方 不久之後 一隻鴿子從帽子中飛出 這怎麼可能? 你需要的是一張特殊的桌子 放置帽子的桌面是特製的 並有一個隱藏的開口 可以拉出在桌子內隱藏隔間中的物體 把湯匙弄彎 要成功完成這個魔術 你首先需要在手掌中藏一個小硬幣 由於硬幣的上緣會顯露出來 就讓湯匙看起來好像開始在彎曲 大衛科波菲爾的消失自由女神像 在1983年的電視直播中 大衛科波菲爾把自由女神像變不見了 破解如下 觀眾不知道的是 他們實際上是處在一個巨大的轉盤上 觀眾一開始先看到雕像 之後他們再慢慢被旋轉到視線看不到雕像的地方 在水上行走 這個神聖伎倆背後的秘密是什麼? 又一次 這是一個借助支撐道具所達成的巧妙設計 這就是為什麼表演的魔術師 經常站在一個能夠完全隱藏工作人員或桿子末端的位置 而這支撐則隱藏在衣服下方 斷頭台 以下是可能的手法 斷頭台的上方雖然有一個真正的刀片 但下方有秘密的隔肩 他們可以防止刀片切到魔術師的脖子 同時當刀片落下時 活動門可以使他的頭部和肩部在落下時 不會被觀眾看到實際是怎麼回事 刀具箱 在這個魔術裡 助手走進一個箱子 然後箱子的中間部分被推出來 以下是破解手法 助手踏出這個箱子 側身轉動 使他的身體轉平行 然後從身後伸出一隻手 穿過盒子一位部分的洞 並向觀眾揮手 嗯...你還相信魔術嗎? 航空站不希望你知道的秘密 黃金時段 機場知道你什麼時候最有可能花大錢 黃金時段就是那個小時左右 你必須在登機前殺時間 而你最有可能在這段時間內 在免稅店裡消費 你的智慧型手機不會影響到飛機 雖然他們總是要求你把手機關掉 但手機其實從未造成飛機失事 你下次搭飛機時 會把手機關掉嗎? 每架飛機上都有奇怪的東西 空服員甚至可以使用手銬 以便他們可以限制任何造成混亂干擾的乘客 呃...不是我啦 排一條隊伍讓我們放心 雖然辦理登機手續和接受安檢的排隊 看起來可能有夠長 但只有一條線的排隊可以降低壓力 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 只有一條線的排隊 會讓民眾感到公平 不用擔心有另一條隊伍比他們的更快 通過安檢後務必洗手 最近一份報告指出 安檢托盤可能帶有感冒病毒 根據報導 這些托盤上的細菌比機場廁所還要多 而科學家發現這些機場廁所其實非常乾淨 機師比你想像的更累 在24小時內 一名機師只能在空中飛行8小時 雖然他們需要休息8個小時 但大多數機師並無法真正睡覺休息 免稅商品並不保證更便宜 當你在免稅商店購物 並認為自己買到更便宜的價格時 請先想一想 事實上 一些免稅店實際上收取了關稅 反而 像煙酒這樣的商品 在機場免稅店的價格 確實會比較低 空服員將機艙燈調暗 並不是為了幫你助眠 他們調暗機艙燈 是為了確保乘客的眼睛能適應黑暗 如果出現緊急狀況 這能讓乘客在黑暗中也能看見東西 你準備要小睡了嗎? 你需要支付更多費用 才能在機場兌換貨幣 事實上 這個匯率可能會比你在網路上 或當地銀行支付的費用高7%到15% 越晚辦理登機手續 越早在抵達時拿到行李 後進先出政策 在這裡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是最後一個辦理登機手續的人 那麼你的行李 應該就是最後一個放在飛機上的行李 因此 當到達目的地時 你的行李 會最先被送出來 在特定的日子購買機票和搭機飛行 最便宜的日子是星期二和星期六 因為在這個時候旅行的商務人士比較少 準備洗手也非常重要 飛機上的許多東西 其實都比馬桶坐墊更髒 根據一名空服員的說法 拖盤桌每天只被清潔一次 如果有的話 機組人員只會在當天的第一班航班 更換毯子和枕頭 如果行李損壞或延誤 你可以獲得賠償 乘客往往沒有充分爭取他們自己的權利 如果你的行李延誤 航空公司有義務賠償你任何必需品 如冠洗用品和內衣 如果你的行李被丟失或損壞 航空公司應提供修理或賠償的金額 早知道我就應該更積極爭取啊 唉 飯店不想讓你知道的秘密 你的房間可能會被讓給VIP客人 飯店就像航空公司一樣 有時會超額預定 以盡量減少未售出房間的成本損失 如果你自身的房客等級很低 你會發現自己被移送到另一個地方 你的免費早餐不是免費的 那盤炒蛋和鬆餅真的是免費的嗎 這頓飯的費用其實早已被包含在房間的費用中 天下沒有白吃的早餐 酒杯只有看起來很乾淨 在你房間水槽旁的杯子閃閃發光 但它可能沒你以為的那麼乾淨 打掃人員可能只是將他們沖洗一下 並用毛巾擦乾 再有偏頗的推薦 櫃檯人員會因為把客人推薦到某間餐廳而獲得回扣 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推薦你某些地方 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那間餐廳真的很美味 你還會想跟櫃檯詢問推薦嗎 床上的用品可能很髒 許多飯店都不會常常清洗所有床上的用品 雖然床單定期洗滌 但床罩和毯子清潔頻率很低 穿著你的鞋子或襪子 大多數飯店房間的地板都鋪有地毯 這意味著他們可能長納大量的汙垢 灰塵和細菌 並且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樣 清潔人員並不常常把地毯清理得很乾淨 枕頭的選擇 如果你對睡覺的枕頭有特殊的癖好 有些飯店能提供不同的枕頭選項 供客人挑選 記得問一下 與警方的聯繫 幾乎所有飯店無論好壞 都與當地警方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工作人員解釋 這並不是不信任客人 只是很多人聚集的地方確實容易出現問題 取消訂房的小訣竅 如果你想在最後一刻取消 但又不想付出押金 請致電飯店櫃台 把訂房改到數日後 等幾個小時 在致電並要求取消預訂 有夠狡猾的 便宜的預訂 永遠不要透過第三方預訂 當場訂房的費用通常較便宜 特別是一天中的某些時段 越玩越好 直接跟飯店訂房幾乎總是更便宜 早上的房間比較貴 在下午6點之後進行預訂 這是房間透過信用卡預訂 卻未入住而被釋出的時間 使用咖啡機前請先三思 誰知道之前的客人對咖啡機做了什麼 煙蒂、吐吐物或尿液都有可能隱藏在咖啡機和冰桶中 而且這些東西只是被倒掉 僅此而已 有點希望我從未知道這些真相 打電話給櫃台的最佳時間 有特別的需求時 不要在上午9點到下午1點之間打電話給前台 因為他們正忙著處理退房或者入住的客群 而無法好好服務電話中的你 選擇你曾住過的飯店 如果你經常前往同一個地區 建議多入住在同一家飯店 並結識那裡的員工 常客容易視為VIP 可以獲得免費升級折扣等等 新的並不總是更好 免費的選項 當你入住飯店時 找出什麼是免費的 什麼不是 如果你沒搞清楚什麼是包含在費用內的 你很可能一不小心 就得面對大筆金額的帳單 注意行李員 行李員與任何人都有接觸 慷慨地給他們消費 他們也會透過各種方式幫助你 你可以把他們想成是你的整合式飯店服務窗口 可用的房間 即使飯店表示沒有空房 其實也仍有可用的房間 在許多大型飯店中 一些房間在特定的時段 會被定位為故障 下次入住時 記住這些小秘密吧 超級市場不希望你知道的秘密 大型購物車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伎倆 強迫我們購買比實際需要更多的東西 購物車越大 你想要放入的商品就會越多 他們的目的是要讓你購買更多東西 許多商店的安排 使客人要逆時真方向移動 我們總是向左轉 最經常看到的是右邊架子中間的位置 正是商人們放置最貴商品的地方 地板上的小瓷磚 推車行進在小瓷磚上 產生噪音 因此我們會放慢速度 這使得我們在商店花更多時間 能夠多看這些商品幾眼 進而可能購買更多 相同價格的紅色標籤 我們傾向於將紅色價格標籤和降價 聯想在一起 即使真實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價格可能完全相同 標籤只是一張明亮的紙張呀 賣兩倍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口香糖廣告中的人 總是一次拿兩片 這是一個伎倆 要讓你認為這是咀嚼口香糖的正確方法 他們利用你的懶惰牟利 商人知道我們經常懶得打開包裝 並只拿一瓶水 他們也知道 許多人認為購買多罐包裝 以備著以後使用是個好主意 在蔬菜上噴灑水 並且將水噴灑在蔬果上 有兩個原因 使他們看起來很漂亮 並增加他們的重量 這樣他們能賣出更高的價格 結帳的隊伍也在吸引你 所有那些閃亮的雜誌 糖果 口香糖和小玩意兒 都在收銀台 因為老闆知道你在排隊等待時 會自然地被迫盯著他們 承認吧 你常常在排隊等結帳時 又拿了一些東西 我沒說錯吧 檢查沒通過 他們也不會關閉 你曾看過超市在沒通過檢查後關閉嗎 從沒看過對吧 雖然商店確實會被檢查 但即使沒通過檢查 他們也沒有義務關閉和清理東西 主要是因為衛生部門的人員 有人力短缺 而且他們主要專注於餐廳 貨架擺放的小心機 客人習慣於購買首先看到的物品 因此最昂貴的商品通常是放在視線水平所及 貨架的頂部和底部 則放置較便宜的商品 狹窄的結帳線 當你發覺自己購買了一些不必要的產品之後 你想將它從購物車中拿出來時 才意識到 無處可放 所以你最終還是得買下去 購物車真的很髒 在超級市場度過的所有時間裡 你會看到工作人員收集那些被到處亂放的推車 那你曾經看過任何人在清理推車嗎? 現在你已經做好充分準備 可以更有智慧的購物了吧 賭場不希望你知道的秘密 莊家總是獲勝 在某一些遊戲中 莊家比其他玩家更有可能獲勝 像是三張撲克 加勒比海梭哈 和21點等遊戲 雖然可能會有更大的獎金 但他們也會為玩家帶來更大的損失 你正被人尖砍 他們一直在盯著你 賭場到處都有攝影機 他們一直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 他們甚至可以看到你手中的牌 衛生問題 摸過籌碼後請務必洗手 他們真的超級骯髒 記得一定要洗手 如果你有作弊的話 他們會知道 噢 相信我 他們知道 例如在玩21點時 兩個男人很少會坐在彼此旁邊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 可能表示他們正偷偷在換牌 他們試圖打出一手強有力的好牌 而這在賭場中常常發生 發牌者的特殊服裝 發牌者通常必須穿著賭場提供的服裝 他沒有口袋 所以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隱藏 或被盜走 債務危機 在尋求幫助之前 賭博成贏者的平均債務 約為4萬美元 流逝的時間 大多數的賭場都沒有時鐘或窗戶 因為如果你專注於自己的遊戲 而不知精細是何系 那麼你就可能在此停留更長的時間了 聽取發牌者的意見 如果他們告訴你這牌不好 他們說的是真話 免費告訴你這些資訊 他們也沒有任何損失 吃餃子老虎機就像電動遊戲機 你付錢才能玩以及享受樂趣 請記住 機器越花巧 遊戲越複雜 並且他們通常也會讓你花掉更多錢 加入人數較多的牌局 每桌的人數越多 遊戲進行的速度會越慢 你能夠思考的時間就會越多 如果你掌握了遊戲的基礎知識 並且需要有機會練習策略 這將特別有幫助 賭場飲料 如果玩的時間足夠長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免費飲料 即使是那些玩電動遊戲機的人 但這些飲料大多被加了水稀釋 而且當你花費越少 提供飲料給你的頻率也會越低 吃餃子老虎機的位置不是隨機的 通常收益機會最高的機台 會被放在賭場中最受歡迎的位置 最受歡迎的機台也會被放在這些區域 以吸引人們進入賭場玩 從長遠來看 你贏不了這種遊戲 遊戲機的製造和程式設計 可以確保他們只會回饋給玩家 他們投入總金額的一定比例而已 這通常是在總金額的70%到90%的範圍內 但根據你所在的賭場 這比例或高或低 你的所有動作都會被記錄 所有這些資訊都會被收集 分析、記錄於報告中 並發送到賭場的行銷部門 這樣他們就可以找到最好的方式 向你推銷他們的賭場和遊戲機 好讓你再次來訪 嗯… 顯然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情 不會都只留在拉斯維加斯 現在你懂了 郵輪不需要你知道的秘密 船不會等你 如果你不常參加團體旅遊 並決定自己探索停靠港口 請注意 如果你遲到 船是不會等你的 海盜襲擊仍然存在 不 海盜不只出現在變影中 他們確實存在 攻擊也仍然一直發生 2008年 在雅丁灣有超過130艘的傷船 遭到索瑪莉亞的海盜襲擊 雖然我不認為他們會喊 阿呃 選擇合適的艙房 下層甲板的艙房容易有噪音 像是引擎 船隻運動時的響聲 或時常有船毛拋下去的聲音 上層甲板的住宿可能有天窗 也更安靜 但他們也相對昂貴 暈船的狀況也可能比較容易發生 馬桶衝到哪裡 一旦船離開陸地超過3英里 它就可以將人類的排泄物侵倒入海洋 如果你想跟在船後方滑水 呃… 這不是個好主意 開個玩笑啦 船上的逮捕 當然 你可能在國際海域 但你仍然可能被逮捕 事實上 所有郵輪都設置牢房 所以你最好請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越早預訂越好 正如你預訂機票時發現的那樣 越早預訂郵輪 越有可能獲得優惠喔 最優惠的價格是離線的 在網路上預訂很方便 因此人們習慣這麼做 這就是為什麼郵輪公司 通常會在網站以外 保留一些最優惠的折扣 如果你想要獲得最優惠的價格 那就打電話吧 客房服務的優點 信不信有你 郵輪上的客房服務通常是免費的 先確認一下 如果是 就善用它吧 最後一分鐘的優惠 雖然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但仍然有機會可以預訂到那種 最後一分鐘的優惠 如果你的旅程本身是很彈性的 那麼別忘了有這個選項啊 考慮所有的選項 一看到豪華郵輪的票價 你可能馬上禁械不明 但是考慮一下他們的票價中 所包含的內容 然後將其與其他非豪華郵輪的票價 和服務的費用進行比較 結果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 好了 現在我要去計劃下一次的旅程了 該去哪裡呢? 一定要離海盜遠遠的 而